林明杰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外 再過來質詢的是林明杰林一言 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前面的上位局長 以及辛苦的局處裡面的各位同仁 議會的同仁還有媒體 以及高雄市民大家好 下午 那我這邊可能就是要針對 觀光局跟 我們交通局做這樣的一個陳述 也讓我們交通局跟觀光局 針對我們那馬下 目前非常重要的這個觀光 用緊做一個考量 那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 最近 最近兩個禮拜 最近三個禮拜的遊客 到我們那馬下 這個是緊救我們麻雅禮 麻雅禮的部分 2月3日比這個還要嚴重 我是說人口的流量非常的嚴重 是人口真的非常的多 我要陳述這個 拋這個東西 就是要讓交通局跟觀光局 了解到其實我們那馬下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動線 我們那馬下 我們那馬下的觀光景點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那馬下可以直通 嘉義的大埔 中文水庫 也可以直通阿里山 阿里山的風景區 直達 南投的東埔溫泉 所以這個動線 在每一個會期裡 每一次的會期 我們都會提出 過去在公所擔任觀光課長 還有經驗課長的時候 只要有長官 我也經常提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動線 不但是會帶給我們那馬下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願景 也可能會讓我們國人 甚至我們高雄市民 更了解到 其實原來台灣還有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這邊就先把這個部分 做這個陳述 那等一下我再請問我們的交通局跟觀光局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再看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知道這個位置 這個是我們那馬下一個景點 曾經分放我們整個高雲 整個台灣 這個是我們那馬下 過去最好也是我們地標的一個景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 八八十年 那水災一直到現在破碎的這個現況 它底下還有兩庭 而這個兩庭還是傾斜的 已經斜了一半 沒有差不多斜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 但是經過鑑定是安全的 所以也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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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一個一個點 這個是我們那馬下三明火 它是天然火 這個是三百六十五天 都不會停的一個點 所以我今天給它秀出來 是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部分 剛才我們秀出來的那個三明火 是我們前國運動會 取火儀式的一個地方 我們去年前國運動會 那去年的這個前國運動會 是從我們那馬下引下來的這個魔火 當初在現場 我們就這樣的一個一個歡呼 可以變小嗎 縮小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教育局局長 范局長當初的一個一個 談話 致詞 對對對 剛才這個部分 是我們三明火 因為這個三明火 目前一直到現在 從八八水災一直到現在 變成沒落 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有信我們市長 願意將我南去年的這個全國運動會的母火 且制我們那馬下這個三明火 雖然曾經讓我們接電話接不完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問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 就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情景 是已經是破碎不堪了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這個是我就針對觀光局的部分來講 以上是觀光局的 那我這邊不知道我們觀光局有沒有規劃過 其實去年 第二次定級大會的時候 也有大概陳述過這個 但是好像觀光局也沒有來看 也沒有來問 也沒有來請示說到底在哪裡 要不要做 會不做 因為在市長 在電視定級大會市長 市長的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提過 我們三個元鄉雖然是自治 但是它是半套的 永遠突不開 我們整個大高雄地區了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觀光局跟交通局 可能關係到我們那馬下 三個元鄉未來的動線 跟未來的生機 因為現在做的說實在 年輕人 像我們下一輩的 我們這一輩還好 下一代的可能以後 不知道有沒有願意回鄉 因為回鄉沒有前景 回鄉如果我們這個市政府的觀光 市政府的這個交通沒有做好協助的話 可能就是完全外流 那這個 這個影片是我們台二十九線 去年 八月份造成的 那個是下某某雨 沒有下很大的 但是上游 阿里山 就男子鮮 現在上游 下得很大 所以台二十九線 我們這一個部分被戳毀了 可以縮小嗎 它這個路面 是雙線道 但是一到這個地方 剩下這個區塊 它的長度大概三十幾公尺 雖然一直到昨天 今天早上六點都經過的時候 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比較難也感謝我們 我們市府的交通局 我有聯絡過 也發文給我們中央的交通局 交通部 但是一直到現在沒有回應 我是不知道這個中央政府 做這個鋪鋪路面 三十幾公尺 有這麼難嗎 我們市府 我們市府有航網 也回應說 4月份馬上做 但是到現在將近一年 三十幾公尺的路面 鋪一溪路面 真的很困難 我是不知道我們馬政府 這些官員 不要再做什麼了 是看不到 還是 還是真的不想 對我們原鄉 還是看到是因為高雄市政府 是高雄市市民 是高雄市原鄉地區的 所以中央政府就不做 這個地方 造成過兩部車子 毀車 因為雙線道速度很快 而且這個是直線 雙線道速度很快的時候 尤其是在傍晚 整個路面顏色是一樣的 有一個女孩子 我們部屋的小孩子 他經過 結果因為碰到這個石子路面 車子直接就撞到這個富欄 撞出去飛出去 還好 也還好啦 感謝主啦 這個小孩子 車毀 人安全 那第二個是 因為我們部屋裡面在台北工作 因為要過年 要團跟家人團聚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是白天 他是白天 還好是白天 他這樣開開開開開到這邊 緊急煞車 因為速度超過60 所以他一煞車晃動 撞撞撞 撞撞 撞 然後掉落在 兩 兩棟樓以下 兩棟樓高 差不多六米高的這個 河床底下 而且是 後車掉下來了 掉到底下 要前車 前車的話可能會燒起來 聽說那一天 油已經開始落 還好這個年輕人還清醒 馬上就離開 我這邊要問的是 為什麼中央政府 這麼重要的道路 而且只有那麼短 只有三十幾公尺 而且已經將近一年 到現在 到今天都還沒有鋪柏油路 那我這邊可能要跟市政府幫忙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沒有錢 是不是我們市政府 就協調油門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或者是高雄市政府 相關單位做這樣緊急處理 因為 遊客 我們去我們那邊的遊客 也看到 尤其是最近 我剛才PO的那些人潮 也是蠻奇怪 他們就是問 你們這個路 怎麼那麼一點點都沒有辦法鋪 我說快一年了 但是我們 我們交通部 我們中央的交通部 因為沒有錢 所以沒有辦法做 這個蠻可惜的 這個是 本來這兩起案件 要提 國賠 但是 但是因為 大家應該都比較了解 原住民 不按理這個 法令的訴訟 也不願意麻煩 他就是過去就算了 車子回了 也沒有關係 人 平安就好 那 我這邊要提的 最重要要提的就是說 從剛才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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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 這個民生大橋 看看他的 他的這個河床 目前已經 這個是我去年造的 因為我去年講過 但是 好像沒有相關單位來看 這個河床 河床底已經 跟這個路面 這個橋面跟河床 已經不到五公 不到十公尺了 如果再繼續下雨的話 上游 還有幾百萬立方的土方 再下來的話 這座橋 可能也差不多 要重新做了 所以我這邊 再一次提 在第二次電池會的時候 我也有提過 是不是能夠用 我們水利局 甚至水利局 是不是用緊急 向我們中央的 這個水保局 水保局來申請 緊急簽書這一塊 上游 下游 但是 一直都沒有回應 這個很危險 最近我們 老百姓 因為它已經上升 再又上升了 差不多一公尺 再不處理 今晚如果還有大雨的話 可能這座橋 要重新做 因為當初 我們在做重建 在99年 在做重建的時候 我們曾經 向中央的陳正川 執行長提過 我們就跟他講說 跨區 會不會太近 里何從太近 如果說 再 再跨 從遠一點 跨高一點 可能這個就是 永久性的了 但是他 當初 我們在公所的時候 他給我們回應 先做 壞了再做 壞了 被衝回來 我們再做吧 先做 先做為主了 所以才有今天的 這個狀況 是不是我們交通局 跟水利局 也配合一下 去看一下 不要到今年 我們整個納馬下 打乾那裡 兩千多個人 又變成孤島了 那我講了那麼多 也跟各位看了這麼多 我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是說 在整個規劃 我們交通局 跟觀光局 在規劃的時候 是不是 將我們納馬下 規劃為 通往嘉義 跟南投的 動線中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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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所有的 國人 所有高雄市民 先從 自己的點 然後到我們納馬下 過個月 過個晚上 然後再往 再往嘉義 再往南投 去做這樣的一個旅遊 因為 因為我們納馬下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 我很想要 我們市政府 將我們納馬下 作為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營造 營造 地方的商機 不是我們納馬下 因為要到納馬下 要經過旗山 要經過山林 要經過木門 要經過賈仙 其實造成商機 最大的是這四個區 所以 我到啟動就是 以後 觀光局跟交通局 再規劃 整個動線的時候 將我們納馬下 錄為重點 這樣的話 也可以帶動 我剛剛講的那四個 區的一個商機 因為 在我們納馬下 要通往嘉義 阿里山 他經過我們台灣 也是 那個是涼亭 涼亭 涼亭部落 就查山 然後 又到 打那一谷 然後到石桌 然後到阿里山的這個風景去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 我們觀光局 還有交通局 辛苦一下 真的要去看 要了解了 那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 有關於交通 交通的部分 我們目前台29線 雖然 路面有在拖寬 但是有一部分 還沒有拖寬 他們在規劃 拖寬的時候 我是蠻奇怪的 我是沒有照到 剩下20公尺 10幾公尺 他就沒有拖寬 而且 是可以直接就拖寬 他就沒有拖寬 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那 再來就是 我們十二座橋 我們 納馬下 來 再給一 兩分鐘 好 謝謝 像我們納馬下 目前 有十二座 提升 鋼墊橋 提升鋼墊橋 目前就提升鋼墊橋 還不是 還不是永久橋 也感謝我們最近 新上任的幾個立委 最近 有關心到 我們納馬下 很多的聲音 所以 他們上去後 才發覺到 為什麼 這十二座 鋼墊橋 當初做的時候 明明可以做 雙線 只做 單線 所以 感謝 最近 尤其是 還有領導華 千穎雲 他們幾個立委 到我們納馬下的時候 發覺到為什麼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 我這邊要提的就是說 不但是 橋樑的拓寬 路面的拓寬 那拓寬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 這個 剛才提到 交通局跟 交通局跟 觀光局 真的 要走一下 在第二次 定期大會的時候 也提到過 就是說 納馬下 其實很多 我們台灣 沒有的東西 第一個 剛才我提到的 三明火 應該在別的部落 別的區域都沒有了 第二個 我們明前 國小綠眷族 世界級的綠眷族 第三個 我們 前年成立的 卡納卡納布族 四百年前的遺址 還在 四百年前的遺址 都還在 所以 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 就是日本神社 我們日本神社 還完整的就在那邊 只是說那個 木造的東西 已經沒有了 但是 石頭漆的樓梯 還有那個台 台階都還在 所以 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 我們 先請我們的 觀光局 觀光局的局長 回應一下 到底有沒有 要讓我們這個願景 逐步的來成就 謝謝 觀光局局長 請答應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非常感謝林議員 對我們這個 納馬夏 這個原鄉的一個關心 我跟林議員 就幾點來做一個 回應報告 首先 這個三明火 我知道 去年這個 林議員有提出來 我們同仁也有 跑一趟 跑一趟 我們把那個 所有相關的這個 周邊需要做的 有做一個規劃案 我們目前 已經 透過這個 納馬夏去公所一起 提案 跟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爭取這個 105年的這個 叫做 特色計畫 特色計畫 那我們是爭取5000萬 那目前有得到消息 大概會合定 大概1500萬 那這部分呢 我們可以 來 進行這個 三明火 它周邊的環境的整理 以及 做這樣子的一個景觀 特色的一個規劃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想 我們觀光局從 應該是前年以來 就一直有跟納馬夏去公所 做這個賞銀系列活動 前年去年 還有今年 今年的這個 剛剛看那個照片 這個反應更熱烈 我聽這個區長講 大概已經有上萬人次 到這個納馬夏去觀賞這個 螢火蟲 然後剛剛 林遠提的這個建議非常好 也是我自己很想做 就是說 從我們高雄出發 經過納馬夏可以到阿里山 這一條線 其實風景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也有很多人 騎重機啊 或是 這個 這個 進過這個 納馬夏 然後到阿里山 把這條線設計出來 來吸引這種跨區旅遊 然後這個地方 變成是一個 兩線旅遊的中繼站 我想用這個 來吸引更多的這個觀光客 來進駐 我們這個 納馬夏周邊的這個 這個漂亮的景點 包括剛剛講的 不管是民權國小 這個世界一流的綠建築 或者是 康納卡夫族 它 所富有的這樣子 非常特色的這個 圓民文化 那這個 非常豐富精彩的 這個旅遊資源 觀光資源 是我們 極力要去做 推動規劃的 我們 跟納馬夏去觀賞 除了這個賞銀劑之外 接下來 還有它這個 我聽區長講 它也很有構想 它春夏秋冬都有規劃 我們這部分 我們在配合區公所的一個規劃 然後一起 來推動納馬夏的 這個觀光 導覽的一個 這個 進程 我們 第二步 我個人是想說 在推一些這個 空曠地整理做露營區 這個也是目前很夯的一個 行程 那 我們 會 持續的來跟納馬夏去公所 做這個 互相搭配的遊程 以上跟林議員做報告 好 謝謝 來 交通局陳警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台29線 因為它是公路總局 它 俠管的一個工程 那 每一個月的 道案匯報 他們都有 三公處的人會來 列席 那就我所知道 因為 就像剛才林議員所提到的 他們有一些路段 還有一些 鋼便橋 的工程 我們雖然地方上一直希望能夠趕快的完成 但是 有一些 需要再改 改善的工程 他們必須要它 編列預算 來進行 那我們也非常關心這個 相關的進度 那剛才議員特別提到的這一個 照片的部分 那路面為什麼 沒有辦法 鋪成這個 例清 那這部分我也會要求 他明天 剛好我們要開 道安委員會 這個月的 我也會要求他們的代表 就這個事情 提供我們訊息 做我們追蹤掌控的一個依據 那 議員有提到說 是不是再去看一下 這個納馬夏 台29線的道路的狀況 我大概在去年初 有去過一次 那 又隔一年我想 我會再找時間 上去看一下 需要再改善的部分 好 謝謝林議員 那 今天下午 登記第一次發言的議員 都全部發言完畢 那再來就是有登記第二次的 登記第二次的 第一位是 簡幻中簡議員 質詢時間1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的投影片 好 主席 交通部門 各位市府官員 大家午安 我還是延續市長在市政報告的這張圖 那 未來高雄市政府要將高雄港區化為新港跟舊港 那之前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新港的交通問題 已經救教過交通局長 那我今天要特別針對舊港的部分來請教觀光局局長 因為未來舊港的話就包括我們亞洲新灣區 那以及我的選區 延城 哈馬興 跟齊金這一代 那我們知道 這一代他其實他的觀光客的 人次數都很高 平均每年都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次以上 來齊金 來哈馬興 來延城 那未來市政府將要把這邊打造為一個 舊港的一個生活中心 那也就是說要帶動舊港成為一個觀光港 觀光港口 包括市長也帶隊去馬賽 馬賽過去也是一個舊港區 那他們現在已經很成功的轉型 包括他們當地有地中海的博物館 那以及有很多遊艇的碼頭 所以說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接下來有些事情可能要請教一下取局長 第一個 我必須要很務實的說 這些觀光客人次裡面其實 中國的遊客 佔了一部分 也許佔了一半更多 好 這是最近的報導 中央政府 交通部開始警示各地就是說 路客會減少會怎樣 好 那路客是不是會大幅縮減 以及 好 這是最近的新聞 我想很多議員今天也關心過這條新聞 我必須要很務實的講 不管今天520參議員總統 他在他的就職演說說了什麼 我覺得北京當局一定不會滿意 一定會有所動作 我的判斷 觀光也許可能是一條路 接下來也許農產品 尤其是我們一些弃柱的農產品 這些他們可能會 好 不來收購或怎樣 用一些經濟制裁的手段 來懲罰一下 你先就 新善任的一個 蔡英文的民進黨新的政府 這個 我們都可以預見得到 可是我想問一下局長 當如果 我們這麼依賴中國遊客的時候 他們用政治的手段 給我們前置的時候 公司政府的觀光局 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對策 另外 高雄有十家飯店要賣掉不完了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以及我還是很好奇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我的選區 沿城區 飯店比便利商店還要多 那會不會在這一波的衝擊之下 會影響到 這波事情 請局長可以做一下回答 觀光局局長請答覆 好的 謝謝 非常謝謝 這個檢疫員 對我們觀光政策的關心 我分幾個部分 來跟檢疫員做報告 第一個 這個 舊港區 未來 的轉型 當然目前市府 整個 這個 全部 投入這個 相關的這個整理 那未來 我們研考會 還有市府相關局處 針對這個舊港區的 這個規劃 建議也有一個方案 那至於 舊港區的觀光人數 裡面的這個 所謂的陸客 以目前看起來 當然 陸客 他 安排行程裡面 會到西子灣 會到愛河 那這個是他們現在 非常沒關係 舊港區的部分 然後我總之請 我要再請教市長 我認為主要 針對 這幾天發生的一個現象 包括說 520馬上到了 蔡英文的言說 北京當局 如果有做任何的 觀光客的一個 給你們一個 前置的一個作為 你站在 高雄市觀光局長 你覺得 你要有怎樣 呼應的對策 我想這樣子 當然 短期的衝擊一定是有 那因為 我早上也講說 我們 這個 一般的觀光業者 好像這個 吃這個 素食麵吃罐 那一下子 要讓他調整體質 那我們現在就 提出一個 先因應 這個衝擊的兩個方案 一個是針對國內客 那我們有提一個 補貼 遊覽車的方案 只要是 國內的遊覽 他招攬 25人以上 坐一台遊覽車 到高雄來 我們補貼他遊覽車 車支一台 五千塊 另外是針對 國外 國外觀光客 招攬來到高雄 住兩個晚上以上 我們按人頭 一個人補貼 四百塊 初期這個方案 那中長期呢 我們覺得 這個要跟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做一個搭配 我們一直講說 所謂的要 另覓 更 這個穩定的 客員 包括東北亞 東南亞 都是我們重要的客員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 建議案 已經跟我們新政府 這邊的交接小組 跟他提 不管是 簡化東南亞國家的簽證 或是加大力道的 國際宣傳 或者是 促進 國內旅遊的一些 鼓勵方案 這些 謝謝局長 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一些 作為了 也跟新政府的交接小組 也跟他反映了 是 局長你先請坐一下 我剛才有聽到局長 就是針對國內跟國外的部分 我再跟你講一下 我那個選區一個現象 很多 絕處 都把 延程區當作一個文創的中心 包括尤其是文化局 那另外 金發局 跟 家務局 又把延程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Maker的一個平台 我要講的是這個 可是我發現 延程區的年輕人有人回來 可是 有人去離開了 我要講的是文創理念這個部分 因為是背包客的旅宿 我想在這一篇FB的文章裡面 我看到一群對於在地有理想 想為故鄉做一點事的年輕人 他們因為我們的法令的限制 以及地方政府的漠視 他們要離開高雄 而且已經離開了 而且 很不幸的 他們被北京的一些文創團體給挖走了 他們目前在北京一個胡同 然後做一個很不錯的民宿 那 我要問局長呢 就是說 去年我有質詢過局長 而且是在總質詢 針對一群年輕人 他們去國外交換學生也好 留學回合也好 他們做了一些旅客民宿 在這裡面 充斥了多元文化 讓他們 可以代表台灣的年輕人 跟國外年輕人做一些交流 可是 我們發現了 動不動就是18萬一張法令開下去 而且重點最嚴重的是觀光局的承辦人員 一副在懲罰這些年輕人一樣 講話很不客氣 這個之後 我再慢慢跟局長做說明 那 我在這邊 我再次請教局長 局長在去年總質詢的時候 你有講過 你會找其他地方政府的人 跟中央反應這樣的一個法令的調整跟修正 到底做了沒 做到怎樣的進度 請局長做說明 許局長請答覆 好的 非常感謝檢議員的關心 其實這個議題 我們一開始 就不斷地跟中央政府反應說 我們目前 針對旅館的分級 其實是有一些束縛啦 我們只有分三級 觀光旅館一般旅館 接下來就是非都市計劃區的民宿 並沒有都市計劃區裡面的民宿 好 那我請教一下局長 是 這是民宿管理辦法 好 它在裡面的第五條 它這邊有寫一個觀光地區 對 我在這邊請教你 你覺得哈馬興 岩城跟岐津 算不算高雄重要的觀光地區 當然啦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觀光點 好 那如果是觀光地區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從哈馬興 岐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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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這三個區來爭取 它民宿可以做設置 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啦 那這個 其實我跟檢遠報告 申請這個民宿 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啦 所以這個部分還要整合地方的意見 所以它在這個設定觀光區的時候 必須要徵求很多社區居民的這個意見 公共意見之後 成為一個共識 這個沒發現 公共意見的爭取 我看現在最有經驗 最有經驗應該是我們交通局的陳局長 他在哈馬興要推伍車業 這你不用擔心 我也期待用公民參與的方式 來決定這三個區 到底是不是定義了觀光地區 那我在這邊只是想問一下局長 你能不能認同我們幫這三個區域 爭取為觀光地區 可以讓他們在民宿法裡面做解套 可以讓我們年輕人留下來做文創旅店的創作 是啦我想這個方向上是非常好 也是我們居裡面持續努力的目標 尤其我們第一個是希望把旗巾能夠解套 因為旗巾其實實質上它是一個離島 那因為有海底隧道的關係 所以中央的政府解釋不算離島 如果是離島 這個自然就列入我們民宿區 那如果列入民宿區 這些我們的這些這些居民 它自己可以把它自己的門面整理乾淨整理好 那可以把整個旗巾提升它的這個觀光的品質 這也非常好 那我們一直跟現在這個主管住宿的交通部的這個單位談 他們也有不同的考慮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當然是期待說 在這個管理住宿的這個法令上面 可以適度的做一些修正 把剛剛檢疫員提的 年輕人的創意也好 或者說是其他有符合這個世界 這種背包客潮流的這個很引進 帶進我們台灣來 我想這個應該要改變思維 讓這個能夠更活化一點 好 給檢疫兩分鐘 好 謝謝 局長請坐 好 謝謝 好 下個議題 游泳產業我簡單的帶過 其實在榮林部門的時候 我已經質詢過海洋局局長 針對高雄市高雄港 今年為什麼從四十六艘 游泳停靠降為十四艘 好 那我今天也很高興有看到 我的學長黃少廷議員 他也在關心這個問題 以及陳振文議員他也在關心 好 我要告訴局長的是 海洋局局長給我的回應是這樣子 第一個 好 是我們國人的消費方式 他們喜歡往東北亞跑 所以基隆就有這樣的競爭優勢 帶於高雄 第二個 廣東的蘭莉莎 游泳母港的那個 蓋好 好 就是 我們的競爭力就是輸給 蘭莉莎 因為民家是一個自貿區 然後他游泳母港蓋好之後 他現在已經要做第四期的工程 可是我們的高雄港港區 我們的里面大樓還沒有處理好 港市也沒有合運 那目前朝向港市合作的方式 所以說我在這邊 我也想請教一下觀光局 即使你今天的回應都是告訴大家 簽證 的關係 可是我沒有看到任何 觀光局積極的作為 包括甚至我想跟你討論是 為什麼那些去年是六艘遊輪來台灣之後 我們竟然我們接待的人員是委託高中生 而不是專業的接待的人員 他們連外語人力 我不是說志工不好 我擔心他們外語人跟高雄歷事 有沒有那麼專業 然後再來 去年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的硬體測試不好 我們的i-center有問題 甚至我們的計程車給他亂開架亂喊架 造成人家管你的困擾 那我想 從46山降年到16山我永遠都不應亂 因為我們長期以 請回答 徐局長請答應 謝謝檢議員 我想這個 有關於遊輪減少的這部分 46艘減為14艘或15艘 其中很大部分是例行遊輪 那確實 例行遊輪減少 這個one call高雄 有它這個營業上面的考量 當然我們也不能把全部都壓在例行遊輪身上 因為高雄港在早期 它規劃成是貨櫃港 那現在我們把它轉型作為這個 接待遊輪 現在急需的 第一個就是要有接待碼頭 接待這個這個 所謂的旅院大樓 那這部分是港務公司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發包開始做的 當然這是這一個規劃 那我要跟檢議員 澄清所謂的接待人員 這個部分 依照坦白說 我們 或說是這個 在接待遊輪的這個 人員的這個 調度上面是有一點吃力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個 委託我們這個 高雄的一些有參與科系的學校 來幫忙 那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 坐遊輪來高雄 跟坐飛機來高雄 某種程度性子是有點類似的 我們坦白說 沒有辦法說 每一艘遊輪來 我們都要辦接待儀式 那這樣子我們的這個 整個這個 負荷量會超過 那我們是說 坐好遊輪接待的環境 有更多的這個 旅行社 跟這個 岸上接待的這個 相關的環境 讓國外的遊輪公司 願意配套到高雄來 那目前確實 我不是說簽證是一個理由 確實 這個簽證 對國外的這個 遊輪公司要安排 停靠我們高雄 有它的特別的這個難處 這個 真的要是跟檢院做這個回應 那我們 也跟海洋局還有金華局 都有跟 亞洲的主要的遊輪公司 都有跟他們做溝通 也跟他們做拜訪 甚至也有安排 拜訪市長 那在整個這個 這個遊輪的這個行程 安排上面 他們對高雄港 在東亞航線的這個優勢 也非常的肯定 那當然 我們要做這個 自己 基礎環境要做好 所以現在 港務公司的這個 旅院大樓 什麼時候完成 對我們下一階段 這部分 開發高雄港 作為遊輪母港 是有佔有很關鍵的這個 因素 那這部分 其他的這個 簽證的簡化也好 接待能力的提升也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 相對的 給它做更好的補強 那我想 尤其 五二零新政府上台 如果能夠 把簽證的問題 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他們 回應給我們是 郵輪 彎靠高雄 對他們來講 是很重要的選擇 並不會說故意遺漏 好 以上跟檢醫院做這個報告 好 謝謝 謝謝檢醫院 再過來是蔡經營 蔡議員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我們交通部門的這個 各位局處首長 那 醫護同仁大家午安 那 原本是沒有要登記的 那因為剛剛 聽到一些事情 所以就 登記第二次發言 那 我想我先延續剛剛 我從剛剛林明杰議員 我希望交通局 剛剛那一小段路 林議員說三十米而已 台二八是不是 一小段路 那照片我想 局長剛剛有看到 那一段的鏡頭 就是一個轉彎 所以那個 而且又聽林議員所講的 又發生兩次 車禍 車子還掉到 應該是山谷下面 那 索性 人員沒有事情 即便 養護單位是公路總局 我覺得 基於交通局是 高雄市 交通規劃也好 交通監禮也好 相關我們 我們是一個業務單位 我想基於這樣的立場 局長除了反應以外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做法 明明說三十米 短短三十米的 柏油道路 一年多了 還蠻鋪好 即便養護單位是 公路總局 我想我們應該 還有更積極的作為 我覺得管它 是誰在養護 我看了一下 這我們 我說去年的第二玉杯金 不是今年 去年的第二玉杯金 花在哪裡 比如說 還有辦理 什麼 觀光推廣會的 三十幾萬 有一些 其實不是那麼擠的 我覺得 錢就是要花在刀口上 那這也攸關民眾的安全 那我希望說 局長除了剛剛有 答覆 那個 我們林明傑林議員說 明天剛好有個會 你會反應以外 我想 其實 要不然 找個媒體去拍一拍 我不信 公路總局明天 下禮拜也不去鋪 攸關人命的安全 我希望局長能夠 這樣的事情 我們能夠更重視一點 更體恤民意 蔡議員 他們當區也有立委可以爭取 怎麼他們的立委都不講話呢 這確實啦 我想公路總局 當然這個是中央的單位 不過 因為我覺得 那是高雄市啊 這些組織架構 不就有難度出來的嗎 那如果做不好 誰說不能改 所以我覺得局長 應該可以更重視這個事情 讓他儘快去完成 那其實 還包括剛剛 檢萬中檢議員 偶爾補充一下 台南市政府 他們訂了一個自治條例 就是針對民宿的問題 我想局長應該知道這件事 那我們也接到很多澄清案子 什麼澄清案子 就是 開法的事情 據我所瞭解 很多開法 其實 我想不用在意思聽這裡講開啦 局長也知道你們是怎麼去查這些資料的啦 開法的是什麼 被檢舉的是什麼 網路排名很好的 評價很高的 這個不在少數啦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印象中我有聽說啦 台南市政府那個 知識條例後來好像被 被擋下來 在中央被擋下來 不過我想這個就是 地方政府有沒有關心這件事情的 當然 民宿 就像局長一樣 有很多問題我們要考慮 它的安全性 我也接到一個案子 它是一個住商環和大樓 就在延城區 123 是 原本是賣場 現在 新的所有群人要把它改飯店 但是在上面是住宅 像這樣的問題也有 也不是沒有 不過我覺得我們要展現我們之外 我想 觀光群現在做重要做重要的工作就是什麼 發展觀光嘛 而不是要去監領那些單位嘛 但是我們一再遇到的 我就是要把你開 那這個又很多檢舉的因素在裡面 那這檢舉到底是 真的是基於善意的檢舉 還是怎樣 這個我們也無從去查出來 那我想局長在這方面 我也希望說我們要積極一點的作為 那再來其實是我 登記的原因 我想請教 我想請教 兩分鐘 我想請教捷運局長 欸高雄展覽館那個是幾號站 高雄展覽館 C8是不是 那再往往擴建那一點是C7齁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去那邊走過 那邊的人型環境真的很差 教捷運局長 教捷運局長知不知道 那很難走的 從中游 他在辦公大樓出來 一直往南 有人可以走的地方嗎 我們要怎麼去搭情軌 走路去 開車去 騎車去 那邊什麼最多 高雄展覽館在辦活動 高雄展覽館在辦活動 最多什麼 最多外來的 結果那種 周邊的配套 包括吳一正吳一元之前也提到 我們也要儘快把周邊的相關的大眾運輸的 路網趕快把它補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做啦 也許有做啦 因為 我印象中之前 高雄捷運在開通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適當的接駁車 是開通了以後才慢慢慢慢 那希望輕軌這一步也要做好 那剛剛的人型環境 施請局長答覆一下 捷運局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剛好蔡議員 整個成功路部分 那個渡路計劃部分 是五十米 現在渡路計劃道路本身 就是說現在已經開了三十米 村的二十米就是我們用十米 村的另外十米是西側的部分 那西側的部分 因為整個渡路計劃部分 還沒開發完成 所以原則上 整個輕軌跟道路之間 那動線的部分 我們自行車道 全部放到西側 所以未來 未來西側的部分 就是所有通行動線的部分 跟輕軌連結 跟自行車道的一個串接部分 那我們原則上是 就是考慮在西側的部分 那目前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再跟渡華局再做 有沒有人走的空間 你可以走的空間 應該住 他是在成功路的東側的部分 我看起來啦 東側 因為西側部分還沒開發完成 東側還可以走一點 但是他要搭輕軌 他總要走過來吧 輕軌可以鎖過那些人嗎 他問一下 整個穿越 穿越的部分會是在那個 這個都家道路我們目前都有流色 那站區的部分大概是在這個附近的 幾家的附近 所以以上去的部分 其實會從東側然後切到西側 那西側的部分 目前因為西側在 那個輕軌的西側部分 那邊還沒開發呢 好 謝謝局長 你請坐 我想 這個應該是早就事先規劃好了 怎麼已經 現在都在市營運了 其實這問題我早就看到了 我也曾經跟交通局反映人情空間 但是那是在還沒做輕軌之前 趕快把人情空間做出來 這是大眾運輸絕對不可缺少的一環 剛剛聽到什麼 我想說局長再答覆幾位議會同仁 我們吳局長 你講什麼 說我們 未來輕軌其他的路線要怎樣 政黨輪替以後才要提出申請 然後後來又說 喔 小英總統來你們陳情 我希望 市府的所有的局處首長 我們做事情就是幫我們高雄市民做事情 我們要是中華民國國民的納稅錢 我也不喜歡在議事廳講 講跟政黨有關的東西 就演一支打嘴巴啊 你說政黨輪替以後才要提出申請 聽起來好像現在提出申請 聽起來好像現在提出申請沒有機會 但是你後來有講 因為你們的報告還沒出來 要到年體才出來嘛 我講這些種種喔 我不預設立場 也不希望說局長是有一些 一些 一些 個人的一些 那我希望我們做事 你看我講這 講這 我個人覺得 檢舉其實有很多沒有做好的地方 我們把它做好 把我們的心思就是花在 我們市民的福利 那什麼 政黨輪替啦 我想那個 那個都其次啦 那個都其次啦 那 欸 劉遠 還是劉遠有登記 好啊 那我質詢就到這裡 謝謝主席 謝謝齁 我想蔡議員講得很有道理 不要一直期待520以後才有動作 其實現在就應該要做 這個跟無關於政黨輪替的問題啦 我覺得又關於民眾的權益 我們就 公部門就要積極的去處理 不要換把它變成換成政治化了齁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市民不願熱見的 好 下一個 吳憶正議員 10分鐘 主席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無關 我想請教監獄局齁 監獄 因為監獄公司是監獄主管齁 雖然那個公共腳踏車齁 是監獄公司所經驗齁 那我想請監獄局長跟監獄公司協調 就是我們的那個公共腳踏車齁 一個人只能辦一張所謂的卡通 有登記名字的才可以逐借 如果丟掉或遺失 他必須再辦另外一張齁 再登記 那我 我所知道台北好像是一個人可以辦三張還是五張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登記我的名字我去登記 當然是我要負責啊 有可能出去 可能是我有朋友來 他沒有一卡通 我們兩個就可以 一個人我就可以借兩台啊 要兩張 當然要一張卡 但是這每張卡都要登記有效的 我覺得這個登記最主要是要管理 所以說不要 為了 不必要管理去還要登記一張 那結果反而去失去了那個 我們所要推廣的一個目的 因為管理是為了說 我萬一有誰壞掉使用遺失賠償 有對象就好 只要這一張是誰登記有效的 看是要幾張齁 三張 我想像三道開放到三張 我覺得都還沒問題 那只要他沒有報醫師就是算他的帳嘛 他沒有只要報醫師的動作 這是第一點齁 第二點就是說 還是之前上次有市長市政報告提到的 每一個站我還是請 檢舉還是要跟交通局的界面整合 我覺得在施工的運作過程當中 當然檢舉要付比較大的一個整理管理的一個想像 因為檢舉不只是把工程做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腳踏車或我剛講的公共腳踏車跟公車的一個接駁的一個動線 它是一體的 它跟站體是一個思考的 那如果說公共腳踏車附近有 那附近是多久呢 是多遠呢 不要說超過500公尺 看那個如果說過個街那還好 過一個街道街坑我覺得都還好 但是不要超過300公尺 這樣一個思維 轉公車也是一樣 公車彎 可能有時候可能是要公務局 可能施工 這個要公務局施工 但是那個思考是整個 捷運局在做在施工這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都在你們的界面整合 應該別的局處一定會很樂意來協助 不管是交通局或者公務局 那這個部分 車站希望能夠也是一樣 不管是已經蓋好的還是還沒完成的 能夠一站一站一站去檢討 他的公車跟之前你們有送給我 但是有些是有 對有些附近已經有的 有些附近還沒有的 你還是要把那個位置要留下來 不要說這一站現在沒有人 你如果說現在沒有人 現在沒有去清過 那個規劃是整個規劃 你可以先至少放在哪裡 公共腳踏車是放在哪裡位置 我覺得要先規劃好 一定要有 那個整個才是一個思考 等一下這個 是不是 局長能夠答覆 因為只有十分鐘 第二個 等一下請檢舉 第二個 官網局剛剛今天提了很多 那個民宿 我想這個已經講很久 在中央我們也提法 也請黨團去提法 提那個提案 那我想最簡單的 當然很多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目前 地方的決心就是 剛剛講 你所謂哈馬興 延城區 老四區 齊津 某一些區 或者某一個特定區 你說 我們現在保存的左營圈村 保存 或哪一個特定的區塊 你先把一個一個列舉出來嘛 這可以的 可以去申請的 這是我們地方自治的權利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由我們自己來畫 因為它是授權嘛 不是說你地方有些觀光區 可以嘛 那我們就自己來畫觀光區啊 它有具有觀光區的特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當然中央要修法 要面面俱到很心不見的好做 也不是做不到 我覺得地方的那個決心很重要 尤其大家所提的 將來高雄要面對更多的一個 我觀光上的一個挑戰 我們必須找出更多的一個 多元特色 而且我想這個 全世界已經知道這個市場 你說會沒有替代性嗎 也難免會有啦 可是 那種 那個特性 市場 基本上區塊 還是分開的 我覺得這是 我說 你說要去不來不去 你住在那裡 跟七百人 這樣 有時候真的是跟年輕人去 你會跟人家睡七八個 有時候你一個人 有兩個人 有時候你不見得會喜歡 那個每一次的旅行的目的 是不一樣的嘛 有時候我可以睡民宿 有時候他可能不願意 我喜歡 就傳統的飯店 那同樣一個人 他也可能會有不同偏好 所以說這只是我滿足多樣性 而不是說市場上一個衝突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應該 我覺得觀光局應該 更加有決心 中央我覺得要否定 還是要什麼 被查不被查 那是第二件事情 我就先把我們自己的一個決心 先能夠表達出來 那第三個也是 跟交通局也是一樣 我一直想不通 跟現在沒有得到答案 這一次這個會期 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我從我大學在打工的時候 那是台北市的交通局 台北市的市長就說 這個理想的 就是要騎盤式公車 說得真 剛才紐約跟巴塞都那兩個 真的這樣做 而且得到很大的 一般外地人的好評 就說到那邊 你對這聲音沒了解 很簡單的 有路就有公車 滴滴走 都滴滴走 你去那裡 就是有車還換一站 你走到那裡 你還換車 而且那個班生密度 都是可能十分鐘以內 可能就只有一班 這個邏輯就這麼簡單 每次我們提出來 從高群峰 從泰文泰王什麼 王國財 還有什麼 不知道陳局長 大家都知道這是對的 但是大家都不做 當然錢的問題 當然是預算問題 我們先回過頭來 我想認真的問局長 如果假設這個預算 先不要考慮預算的問題 這個邏輯到底通不通 在高雄通不通 如果要做 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在我們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市長 市議員的任期 我們來努力做這件事情 三個請先從捷運局長 可以先答覆 謝謝 捷運局長 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 吳議員 吳議員 吳議員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一卡通 記名一卡通部分 是不是不要限一張 那這一部分 雖然不是我們主管業務 但是我們會轉 那個轉達 那個 一卡通公司 跟捷運公司 他們來處理 因為這部分主要他們又有權責 那第二部分 有關輕軌 整個轉秤的一個設施的部分 吳 這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整個整個 另外一部分是執行 那整體規劃部分 吳 我們整個轉秤設施部分 第一個 我們是要經由 我們跟交通局 成立一個清 環上輕軌 交通規劃整合小組 那之後會提到到 到案匯報裡面 那整個計劃部分 C1到C14部分 104年裡面 7月17號 已經有我們到案匯報 整個 合備通過 那這裡面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當然步行空間 第二個 步行的轉秤 第二個 公車站的轉秤 第三個是腳踏車停車會的轉秤 這三者的需求 要百分之百的提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有關我們機車的部分 機車停車會的部分 這一部分的轉秤部分 我們只 那個 到案裡面只要求是要求 至少滿足百至50 就是說不要全部有機車 就是說 還是以步行公車跟腳踏車為主 那另外 臨庭接送跟計程車招呼 是是需要再劃設 那還有就是我們 停車轉秤的車位部分 這部分的提供的部分也是 那這是整體規劃配置部分 那在我們整個到案裡面 都已經有核定下來 都我們目前依這個在執行 那第二個面向是執行的部分 只寫了部分 我們捷運局在施作過程裡面 如果受我們捷運局施工裡面 所影響的這些項目裡面 跟在我們整個工區範圍裡面 由我們來施作 那其他的部分 涉及到我們公務局的 或是我們交通局的部分 那再有 那個不是我們工區裡面的部分 那就 就有整個 我們 其他相關全責機關來做施作 那這部分他們會依照他們整個 我們整個完成相關的運作的時序部分 然後來配合搭配 再進行這一部分的施作 的一個施工的部分 我要請坐 我們請主席 讓人工 取得時間 我們是不是一站一站 因為輕軌沒幾站 我們一站一站 我們來看看哪些可以改進的 謝謝 觀光局 觀光局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吳議員 吳議員剛剛指教的有關於民宿 我先跟吳議員報告 我們剛剛市政府針對市區裡面要做這個所謂的 不能稱為民宿就是市區的小旅館 我們自己已經修訂一個放寬的條例 就是說 它只要是整棟大樓 整棟不要叫整棟五層樓的或是什麼 要整棟 那這樣子我們有同意 讓它可以設置這個 介於這個旅館跟民宿中間的這個 這是我們市政府自己放寬的 那至於說 是不是要把幾個區 包括齊津或說 剛剛講的沿城 或說是這個 哈馬興這個地方設為觀光區 這部分我們可以跟當地的這個居民住戶來討論 畢竟有一些住戶並不是那麼喜歡說 它的周邊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這個 這個 那這個部分 我們曾經也有跟這個中央來反映說 市區有這樣的情形 那因為觀光發展條例 它的主導權一直都放在中央 它認為地方政府是沒有權限 所以因為這樣子 台南的這個案子才會被它擋下來 那我想很多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有這個構想 希望能夠設計出不同特色的這樣子的一個履宿 那這部分呢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了解 跟這個跟他們做溝通 希望說能夠找到一個中間之道 讓他們可以滿足他們 所謂自己設計 有特色的履宿 履店 然後呢 也可以符合或說是 某種程度是在我們法令所容許範圍之內的 這樣子的一個履宿業 的一個新的分類 那這部分讓可以兼顧創意 也兼顧安全 還有市區一般民眾的想法 那這樣把這個 新興的這種住宿形態 能夠讓它也有一個生存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讓年輕人發揮他們自己的創意 這個我們朝鎮方向 對 我們朝鎮方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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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公共運輸的見解 我覺得都非常的欽佩 剛才 議員 也特別提到 在都市裡面實施 所謂旗盤市公車這樣的一個概念 到底他在高雄市可行性是怎麼樣 其實棋盤市公車 可能要牽涉到都市的那個道路紋理 那我們看到在台灣裡面像高雄就很很具有那個 棋盤棋盤的那個道路紋理 那像我們隔壁台南 因為他從日據時代的時候 他所發展的這個城市的紋理就是放射性的 所以過去是一個核心中心 往四方發射的 那那個當然就比較不適合 發展這個棋盤市公車 不過棋盤市公車他應該 如果我的認知 我會把它解釋為是一個公共運輸 或是公車的路網系統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想想像 如果我們去倫敦 他下面的那個地下鐵的系統 他也不見得一定要什麼棋盤不棋盤 他就是他的 路網的這個系統的密度跟涵蓋的 的廣度是夠的 所以讓乘客 寧可 都透過這個地下鐵 去做轉秤 很快速的達到他要去的目的地 那回過頭來我們 高雄市其實我們也曾經 往這個方向 也一直努力往這個方向來做 那 騎盤市公車 預算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希望在幹線 就是主要棋盤幹線裡面 提供比較密的 這個班次 那即使預算是 問題 我想我們都可以努力去克服 那我們在推動的情況就是說 整個目前大眾運輸的市場 他的基礎的那個基底 要達到某一個程度 大概才比較能夠支撐 這種騎盤幹線公車的系統 那我們的實施的經驗 像 我們在103年 我們其實一整年 加上前後兩個月 總共前後有16個月 是免費公車 我們也提供了 這個類似騎盤市公車轉秤的部分 騎盤市公車 如果要從甲地到乙地 他勢必 勢必要透過轉秤 那我們的實施經驗裡面就是變成 我們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對於路線的清楚度 以及他過去搭乘的經驗 所養成的那個習慣 他比較不願意去做轉秤的動作 如果我們的乘客 他對於路線沒有去做理解 然後他也不願意去改變 他那個需要轉秤的動作 那我們在推動 齊盤市幹線公車的這個 進途上面 就會受到比較大的一個障礙 那這個當然我們必須要努力 努力去克服 努力去克服 那譬如說 怎麼樣讓民眾 能夠了解我們的這個系統 路線系統的這個 清楚度 然後以及呢 有什麼誘因 讓他們真的去嘗試 改變說這樣的 騎盤市幹線去經過轉秤 會不會比原來 他一路到底 所需要花的時間 或是 花的這個金錢來的更多 這個我們還是持續 持續再往這個方向來進行努力 再給吳議員一分鐘 謝謝 其實還是回到結果論 我覺得 沒有不容 第一個 先確定騎盤市公車 如果這班市夠 密度夠的時候的前提 這是第一個前提 這樣對高雄的整個鼓勵 所謂的大眾運輸 要替代 的替代性強不強 我就要先研究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還是 你規劃好 不可以 不是全部都是騎盤嗎 你還是有些中間有 其他軸線的環狀的 當然 或哪些特定點的 他有聯繫的那種 生活 就像你的生活習慣的 他不是在 所謂的 騎盤上 可是他那 從斜線 他有已經從歷史上 或者從運量上可以推論 更快 而且運量有夠 那個是 也是可以加開啊 不是說只有全部都是騎盤 但先滿足騎盤 你現在沒有騎盤很簡單 不要說什麼騎盤 是要放射性 有路就是有公車 腦筋我們回過來 有路就是有公車 你不開車 你一定有 一定有 大眾預算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教育 還是把那個計算 理想性的模式 到底就要到預算 這個預算 再這麼多 也不用付到清潔的錢 我覺得這次 我們這次要思考好 而且 剛剛講 不過 你不把 你穿 在基督教 趁近那邊 你不信 我相信你 如果有執政 我理會說中央 可以讓我中央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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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到底 我沒有 歐美東 的基督教 自正 都敢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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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的交通部的公路總局的齊美養護工程隊在哪個地方 陳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就我所知道他們三有分成公路總局下面有分成不同地方的叫做分區 我們這邊是第三養護工程區 在齊美地區呢 齊美地區我了解的是他有分公路段 他應該是涵蓋在假仙公路段裡面 在假仙公路段嘛 所以剛剛講的三明區的那個道路啊 何必捨盡求援呢 就在附近而已啊 他那個來參加 請他馬上過來馬上就可以解決啊 跟議員報告齁 那個來參加我們的這個大案匯報就是 第三公路段的假仙公路段 第三工程處的假仙公路段 對 所以我就覺得像這個事情啊 馬上通知假仙公路段 很近啊 對不對 他不要一個小時就到啦 那個地方叫他去解決就好啦 對不對 剛剛很快就可以跟他這樣答覆嘛 對不對 跟李明傑林議員跟他這樣講啊 而且為什麼拖一年多呢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可以對 跟他們講啊 這個表示他們對於我們齊美地區的道路 道路的那種 那種養護呢 就是維修呢 這個有問題啊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們在大案會報是有持續在關心嗎 我想這一部分啊 包括很多沙石車啊 到時候在跑啊 沙車壓壞的 有時候有時候都經過一段時間 跟我們這個交通局聯繫以後 跟那個養護工程處聯絡以後呢 也是一樣啊 都不會馬上來修 像這個部分喔 我是希望說交通局要跟他們聯絡啦 將來說我們道路有壞的時候要趕快 就拿這個例子 好不好 還有齁 那個 居長請坐 那個 我們目前齁 高雄市的摩托車 好像是現在差不多兩百萬輛 兩百萬輛是不是 居長 大概一百九十九萬 一百九十九萬嗎 對不對 臺北市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我們的數量是一直在增加的嗎 曾經我們有到兩百多萬啦 後來有做過一些清查 後來比較明確的數字 那是一百九十九萬 那當然去年 目前我們情況是增加的嗎 還是一直 相較於去年今年是有增加 有增加是嗎 臺北市的情況是怎麼樣 臺北市 這個情況呢 會有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 摩托車的數量 如果說再增加的話 就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就是我們的大眾運輸 目前的使用情況呢 是狀況是不好的 好 臺北市 剛剛局長講說有在增加 他的數量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臺北市比較便捷 好 不要便捷 那他的數量 我相信一定不會像我們這個情況這樣子 好 我想 這個是一個非常具有指標性的這樣一個部分 我想 應該呢 像輕軌 那個檢舉長 吳局長 那我們輕軌 我昨天 前天我請教您的 現在使用的人數每個月是怎麼樣 再增加嗎 檢舉吳局長請答應 我們沒有去瞭解是吧 有沒有 我目前的部分 從一開始 然後那個 二月份有增加 然後二月份又過零的因素嘛 然後下來之後三月份稍微微虎的降低 那四月份又上來 所以我是覺得啊 像這個東西跟 局長請坐 密度啊 你說原料不是有 像密度 這個都是有關係 都是有關係 每一個都是環環相扣 所以我們的整個大眾運輸 是不是會整個發揮它的效能 我想這一部分啊 不管剛剛是網狀式的也好 網狀式的也好 或是各種各樣的一個思考的方向都有 但是你如果說便捷性 會不會讓人覺得我很便捷 不便捷不方便人家就不會搭 好 所以是不是有 有些東西呢 去思考一下說 怎麼樣讓人覺得便捷 我們現在最關鍵是在哪裡 好 我覺得摩托車的一個 目前的這樣的情況 我聽了以後呢 兩百萬料 而且再增加的話 我覺得這個我是覺得蠻隱憂的啦 我們投資到很多的大眾 大眾運輸方面的一個 一個資金投資下去以後呢 顯示了我們的效能 是真的是有大大的一個 一個檢討的必要 目前我在覺得整個路線的這種規劃上 我想局長是專家嘛 你們兩位都是專家 比我還了解 但是這關鍵到底是在哪裡 怎麼樣方便性 好 譬如說我們當時捷運也考慮到說 我們現在就考慮到說我們的那個科學園區 那個路主科學園區那邊 但是那些科學新貴現在夠嗎 人數夠嗎 好 我們現在就去思考到說 科學園區的那個那個新貴 但是呢 那個地方事實上是 目前的發展 目前的情況 我們花錢到那個去思考到說 那些新貴的搭车問題 我們自己室內的 市民的問題的解決獲是更重要 目前的情況 還去思考到那麼遠的新貴那邊去的話 我在想 因為那邊的人數事實上 現在並不是多到哪裡 好 解決眼前的市區的運輸問題 我覺得反而更重要 好 接下來 那個剛剛我 我延續剛剛這個 吳亦正 吳云遠的這個問題 民宿的問題啊 局長 我建議啊 剛剛市區 市區呢 就是說我們 就是說 有指定就是五層樓以上啊 或怎麼樣子 我們准他做民宿嘛 像 齊美地區 我覺得應該去開放這個這個政策 像 美農 我們現在只有中政府周圍 我覺得是不夠的 客家的文化 包括客家每一個像美農每一個村莊 都有它的特色在那邊 人家進去了 好 並不是只有去中政府一個地方而已 好 包括去六居也是一樣 去賈仙也是一樣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民宿的政策呢 能夠開放 多開放一點 讓他們去了 好 這樣的話可以呢 讓人家呢 更習慣去 去的地方地方住嘛 好 如果說有些民宿經營的不錯的 那有些人 在外地人一想到 那我到賈仙去 我到六龜去 我到美農去 他們這個 會培養出一種情感啊 好 然後呢 他們這樣 我放假的時候我就到那裡去 這樣的話就可以帶動他們這個當地的一個 一個地方的一個觀光的這樣一個發展 包括人潮到那裡去 好 如果慢慢如果多一點這樣的民宿出來的話 我想對於我們齊美地區龐大的這樣一個地方 的一個觀光的發展 包括產業 因為也會帶動產業嘛 因為人潮去了嘛 好我是建議局長是不是可以 這樣的政策呢 把它開放到我們的齊美地區各個鄉鎮去 這一次 野火蟲季 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人沒有地方住 好 還有很多人沒有地方住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如果說多了 然後呢 人家就會想到我要去的地方 有沒有住的地方 如果想要去 我要去美農 我要去六歸 我要去賈賈 沒有地方住 人家就不會去了 因為住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想這個 剛剛這個政策呢 是不是能夠到 能夠呢 去落實在齊美各個鄉鎮裡面去 我不曉得局長覺得怎麼樣 來 公安局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 我們針對齊美區 它非都市計畫區都已經開放了 局長沒有啊 我們只有在中政府周圍而已啊 有有有 像南龍這些 我們也有核定過啦 就是說 但是它有一個條件啦 它 自己生活的這個社區 不是都市計畫區域 而且不能是集合式住宅 它要自己移動這樣子 對啊 對 如果一動就可以是不是 對 我們讀動式的 我是建議啦 像美龍的話 你也不需要說 我就是中政府周圍 因為你 比如老街的那個 有很多它有觀光的地方嘛 是不是可以 對 它只要不是在都市計畫區範圍內的 我們都有開放民宿啊 好 好 局長請坐 好 謝謝 局長 還有一個大溝頂可以去思考 剛剛簡慣中議員所提到的 青年 他的創意文創是 非常非常適合做文創方面的工作 尤其 那個那個有一些老的社區啊 所以大溝頂我一直覺得說很奇怪 高雄市長為什麼一直一直要把它拆掉 因為那個地方來做文創呢 一定是成功的 你知道嗎 那個地方來做成 一定會成功 好 再給留言兩分鐘 因為齁 那個地方就在老街啊 老街地方可以找年輕人到那個地方去做文創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很快就有人潮 就在當地 這個地方可以帶動人潮 可以帶動文創的地方 可以帶動創業 因為它這個地方可以到別的 可以引進 可以引進附近的 帶動附近的產業這個發展啊 為什麼把它拆掉 我真的百事不解 當然師父有師父的政策做清水公園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觀光局當初也是把大鍋頂拿來去做引導說 你去大鍋頂可以挖堡啊 把它當作一個觀光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就是說 一個一個地點這樣子 宣傳重要的據點 現在把它拆掉 所以呢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像這一部分啊 我們觀光局是不是能夠靜點心 去跟 把這個表達一下 這樣 讓它呢 能夠呢 變成一個文創重要的 一個地方 還有呢 這個 交通局 我們目前的 損益平衡點 有虧損八千萬 那當然 這八千萬裡面 是因為我們目前 他的損益平衡點的話 是多少 損益平衡點喔 就是當然是收入跟支出要 要 這是要達到多少 他目前的營業額多少 那個 以104年 我們總共收入 營收是 一億四千六百多萬 那我們的支出 大概二十 兩億五千多萬 所以如果要讓它損益平衡 大概就是要兩億五左右 事實上齁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去齊津的 現在都是免費嗎 那那個 那個補貼 居民免費 那 居民免費 那補貼呢 我們有沒有 這個就是剛才我還沒 說明完的齁 那個 這個虧損八千萬裡面 我們像去年 大概七千萬 是齊津居民免費 我們沒有編 其他的這個預算 給輪船公司 所以是由輪船公司 自己承受的 所以如果扣除掉 這一些 這個 齊津居民免費的搭乘 我們如果用所謂的虛擬營收來看 它實質的 呃 虧損大概大概在三千萬左右 好 再給留言一分鐘 知道 一個公司的經營齁 你就企業化 用企業化的概念 不能讓我們輪船公司的同仁 去承擔那麼沉重的包袱 好 它呢應該 像齊津這個呢 我們應該 市政府呢 就要編一個預算 去補貼 好 不要說輪船公司 喔它虧損多大 七千多萬 啊市家只有三千萬 好 然後呢 讓我們輪船公司的同仁 被那麼 那麼重的這樣的一個包袱 好 而且是不對的 讓它給他們 那外界給他們 給他們 他們營運的技巧非常差 就是一個公司的經營來說 這個 這個呢 是非常不應該有的現象 我是希望說 下一次 我們明年能夠編預算呢 對於輪船公司 要補貼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差額呢 要補貼給他們 就是 對於齊津的這個 相信他們搭船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補貼的金錢 這個資金呢 應該要補貼給輪船公司 覺得怎麼樣 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方向 那目前我們已經爭取到 所謂齊津居民 他搭乘的 這一個 應付的 這個票收 我們沒有辦法收的部分 用所謂的虛擬營說 把它表現在我們的財務報表裡面 讓真正公司的 虧損的狀況 能夠比較更實際的呈現出來 那這樣也大概可以 讓我們的同仁 不必 被外界好像認為我們虧損很大的情況 謝謝我們留言的質詢 那跟大會報告 我們今天所有登記 花園的議員都全部花園完成 那兩天半的交通部門的質詢 也到這裡告一段落 那也很感謝我們今天所有交通部門的各位主管 那當然我想這兩天半 我們所有高雄市的議員 不分藍綠 我們都希望幫我們的高雄市民爭取 應有的權益及安全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希望我們各位相關單位 就我們議員所質詢的部分 應該好好的去檢討去研議 該怎麼樣 該回覆的回覆 該要提出書面的也盡快提出 那該改善的也請你們盡快改善 那像如果有一些 譬如說跟中央有相關的 我也希望我們局處 不要把這個問題 又指示責怪中央 應該要自己主動去找我們的相關部門來協調 包括我們有在地的立委 也都可以來協助 不要讓我們的市民 處在於安全有疑慮的一個生活環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應該要積極主動的 所以也非常謝謝各位 那兩天半的時間感謝你們 那今天我們的會議就到此 大家辛苦了 要繼續加油 好 散會